徐才厚1943年出生在大连所属的一个偏僻的小岛上 叫长青岛 从小他的家境是很贫寒的 他直到12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才把他带出这个岛 去到大连市求学 少年时期的徐才厚好学上进 算是一个能吃苦赖劳的别人家的孩子 他14岁的时候考入了大连市的第21尊学 后来据他的中学同学回忆 徐才厚在初中时期为人很老实 读书很重工 后来他顺利的考入了大连市的第八中学 大连市的第八中学可以在大连市排名前五 是一个重点中学 几年之后呢 20岁的徐才厚 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简称哈军工 这是中国军事院校中的一个名校 当年整个大连市考上这个学校的只有14个人 徐才厚就是这14个人中的一个 可以说在求学生涯这一段 徐才厚算是一个佼佼者 在中国考军事院校是特别难的 不仅你的文化课 你的成绩要好 你的身体素质也要过硬 如果你只是一样好 你是根本考不上军事院校的 所以此时的徐才厚在整个大连都算是一个佼佼者 在进入哈军工之后呢 徐才厚显得比较老实和低调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是从贫苦人家杀出来的孩子 这所学校又废拒了各个地方的优秀人才 还包括很多的逢二代 所以在所有人都很优秀的情况下 徐才厚他的优秀并不突出 他在哈军工期间 他的同学对他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 他的音乐才能很好 五线谱看一遍 他就能立刻的唱出来 在他们学校举行拉歌比赛的时候 徐才厚远远就是站在指飞的位置上 之后在徐才厚23岁的时候 由于哈军工全院军人集体转业 徐才厚这时丧失了军人的身份 徐才厚在军校还有在工作初期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职堂是谨小胜微 也显得很普通和平均 由于大家都不看好他 他差一点就脱下军装转业了 到25岁的时候 他的人生迎来了一个转机 他被分到了39军的一个农场去锻炼 在农场锻炼期间 徐才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很吃苦 什么活都干 在他锻炼的期间 他曾经有过两次救火的经历 其中一次还把他的班长给救了 并因此立功了 在农场锻炼了三年之后 27岁的徐才厚 他的人生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机 当时的沈阳军区来到这个农场来挑人 从三四百的哈根大毕业生中挑走了20个人 徐才厚就是其中的一个 之后在重新分配的时候 他成为了一名士兵 一年之后 28岁的徐才厚 已经成为了一个联副指导员 算是被提干了 11年之后 39岁的徐才厚 他的人生又迎来了一次转机 当时的徐才厚 已经是吉林军区的副团职军官了 但是他感觉到自己的职位已经到底了 已经39岁了 再往上升也没有什么希望了 此时的他正准备转业回家 后来北京来了一纸调令 把他调走了 让他去北京学习 这个调令并不是说徐才厚在北京有人 而是说他这个名校毕业的学历帮助了他 当时的军队提倡的是 干部队伍要知识化 年轻化 徐才厚是他军官名校毕业的 所以在此时 他是算占了这个便宜 被提拔了 之后他在国防大学培训了两年 他开始平步青云了 培训毕业之后 他担任了沈阳军区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 这个职位是一个正师级干部 一年之后 42岁的徐才厚 担任16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五年之后 47岁的徐才厚 担任16集团军政治委员 然后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此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正军级的干部了 1993年 50岁的徐才厚 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兼任解放军报社社长 同时他被晋升为了尊将 1996年 53岁的徐才厚被外放 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很显然此时是有人在锻炼他 因为中国的很多官员 如果有人想锻炼他的话 通常就是让他在中央待一段 再去地方再待一段 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手段 1999年 56岁的徐才厚 进入了中央军委 担任军委委员 同时晋升为少将 此时的他在中国的军界 他来排名已经可以排进前十了 2000年 57岁的徐才厚 担任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纪委书记 就是管军队纪律的一把手 2002年59岁的徐才厚 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军委委员 总政治部主任 此时的他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了 算是一个副国级干部 其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个职位是有排名的 排名第一的通常都是一个正国级干部 他算是军队系统的一个代表 这个职位具体是干嘛的呢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他是中央的秘书 就是说中央会做一些决策 做完决策总得有人去执行 执行的机构就是中央书记处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秘书处 有好多重要的部门 他都会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比如说组织部 选官的那个部长 他也会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那现在徐才厚 他是代表军界 兼任这个书记处书记 主要是执行中央的一些决策 2004年61岁的徐才厚 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军委副主席 此时的他已经是排名前五的军队领导人了 2007年64岁的徐才厚 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此时的他在军队的排名是前三的 在他前面的两个人 第一个是胡锦涛 担任的是中央军委主席 第二个人就是习近平 担任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他也是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 但是他的排名是第三的 然后是2012年范节选举 69岁的徐才厚 接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这个职位 2013年2月4日 在他70岁的时候 徐才厚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2014年3月15日 中央决定对徐才厚涉嫌危机问题进行调查 当时的徐才厚正在301医院的病床上 当时的军委领导在他床头前宣布了这一决定 他的秘书、妻子、女儿也同时被抓 分别关在四个地方 2015年3月15日 T12岁的徐才厚因为癌症末期 多器官功能衰竭 在医院治疗无效死亡 根据中国的法律 对于死亡的人是不予起诉的 但是对于他的调查并没有停止 当办案人员开始查抄他的家的时候 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当时也吓了一跳 在徐才厚2000多平米的豪宅地下室里 他们发现到处堆放的油 美元、欧元、人民币 当时的办案人员一时数不过来 只好拉扇撑一下再贴上分条 最后被查抄的现金居然足足有一吨多重 各种金银珠宝更是数不胜数 单和田玉就有200多公斤 还有唐顺、袁明清各个朝代的 补完器具和字画 后来办案人员临时叫来十几辆军容卡车 才把这些财物全部拉走 徐才厚的贪污不仅仅是他自己贪污 他身边的人基本都贪污 首先是他的老婆赵黎 当时古俊山的弟弟给赵黎行贿的时候 说要把上海的一套房子送给他 徐才厚的老婆当时还是看不上的 他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 后来古俊山的弟弟带他去看了一下 他再收下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什么级别呢 他是师级军官的经济市容房 但是他是四套房子打通的 装修的金币灰房 地段也很好 看到有这个价值 徐才厚的老婆才把他收下 据说这一行为 徐才厚确实是不知道的 这个房产的登记人是徐才厚的外孙 而徐才厚的外孙只有三岁当时 徐才厚他们家在四川也有房产 才开始徐才厚的妻子赵黎 还没看得上这套别墅 因为他嫌这套别墅太小了 后来行费的人把这套房产又给他扩建了 又扩建了庶母赵黎才把这套别墅给收下 赵黎在被抓之后 办案人员就对他使用一些工薪策略 然后他的房线崩溃了 人也变得昏昏颠颠的 整天就喊着我有罪我有罪 徐才厚的女儿也被逮捕了 他的女儿叫徐思琳 高中毕业 被徐才厚安在准政联络处工作 徐才厚这个女儿算是他的独履 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既然是体制内的人 你就只能有一个子女 他的女儿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是因为他女儿不生育 所以就是因此离分了 但是两人关系还不错 他的第二任丈夫呢 两人关系不好 但是他们有一个双胞胎 据说呢 当徐才厚他们全家被抓了之后 徐才厚家的孩子没人照看了 还是军队的人 把徐思琳的前夫给叫过来 来照顾他们家的孩子 徐才厚的秘书 也是一个很贪婪的人 在徐才厚在位期间 外人要想见到徐才厚 必须要买通他的秘书 买通的费用至少要在上百万元 还有很多人行费 是通过徐才厚的司机来行费的 他在这个司机呢 每次就从这些行费的金额中抽一点 日积月累下来 也治下了不菲的一个家业 对于徐才厚的行费呢 曝光出来的主要是两个人 第一个叫王春成 王春成是原辽宁省复兴市的一个首富 他和徐才厚是怎么认识的呢 说有一次王春成的儿子 在酒吧里与人斗殴 打死了人 王春成通过大连的关系 结识了徐才厚 徐才厚呢 当时根据他自己在政华系统的影响力 把这件事给摆平了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 王春成呢 他在内蒙古采煤 破坏了当地的炒场 还用拉煤的卡车压死了蒙古的牧民 后来这个事儿 闹大了 成为了一个不小的群体性事件 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呢 也亲自的参与了平息这件事 徐才厚呢 当时只是北京的一位将领 派军队去作证 在后来多方的协调下 这件事儿才给平息了 平息之后呢 徐才厚收了这个王春成 上千万元的感谢费 对徐才厚行费的第二个人呢 就是古郡山 据说他给徐才厚 行费了四千多万人民币 还有四套房产 徐才厚里面结婚的时候 他一次性的给了两千万的礼金 除了以上的这些已知的贪污之外呢 他也有两件比较出名的分流运势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军队的妖姬 汤灿 反正这个汤灿 大部分高官落马都说 汤灿是他的情人 这一个要不例外 说汤灿是徐才厚的情人 还有一件事儿是很有意思的 说徐才厚原来的办公地点 是在八一大楼地下 他有一个秘密储藏室 里面放了很多的现金啊 还有金条等 这个储藏室呢 是他的一个秘书 和一个负责 秦位的一个女战士看管 后来呢 这个女战士和徐才厚 他们二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徐才厚之后呢 承诺给这名女战士 让她入学提干 就先送到某军校去培养一段 然后提拔成干部 可是呢 徐才厚后来就一直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这名女战士呢 就绝望了 于是呢 他就开了一个面包车 从这个储藏室里拉了一整车的现金 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这件事呢 徐才厚也不敢查 被军队的很多人都当着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 对于徐才厚的一个人 那到底是谁提拔的他呢 根据可靠的分析和信息 这个人应该叫王瑞宁 王瑞宁的这个人呢 他的最大功绩就是 他长期担任邓小平的政治秘书 他和邓小平有40多年的情谊 对邓小平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邓小平对他呢 也是高度信任 有很多人都说呢 他们俩情同父子 其实王瑞宁 他不是单独的提拔了徐才厚 他还提拔了好几个军委副主席 比如说像慈浩田 张万年等 并且王瑞宁提拔当时的徐才厚 是有其合理性的 因为邓小平当时一直强调 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所以他找的军队的那个主要领导人 也不能特别有血性 否则军队是无法忍耐的 而整好徐才厚这个人 又没有根基 又胆小甚微 也不是一个笨人 还比较憨厚 所以提拔他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下 算是有其合理性 打倒徐才厚的人呢 是那个刘少奇的儿子刘源 刘源呢 曾经对徐才厚的死党 古俊山说 我不仅要把你挖出来 我还要把你背后的土壤挖出来 我的官不当了 命不要了 我也要跟你们干到底 后来我看到了一段刘源的采访 刘源说 当时古俊山要调到他那个部门的时候 他是不同意的 他打电话给那个胡锦涛 说这个人我不要 我管不了 你把他调走就行了 他有问题 那胡锦涛当时就说 有问题你就给我挖出来 不然我能调到哪去呢 说的还很生气 说习近平也很重视这个事 习近平在扳倒古俊山的这个事上 也是不遗余力的支持的 所以才有扳倒古俊山和许才厚的 这么一个事 对于军方的这些贪腐人员呢 我们通常知道的信息都特别少 因为中国的军队呢 保密性还是很好的 许才厚这个人怎么说呢 算是人如其名吧 有点才华 也有点憨厚 说他有才华呢 是因为毕竟他算是大连式的佼佼者 那也不是一个笨人 说他憨厚呢 他的同学回忆 在2003年的时候 当时的徐才厚 已经是一个护国级领导人了 哈军宫开校友会 当时的徐才厚呢 就是在主题台上坐着 那他们一帮老同学呢 就喊那个徐才厚说 说那个才厚才厚你下来 徐才厚呢 也应声下来了 坐在他们班同学的堆里 这些同学呢 就这个打他一巴掌 那个就拉他一下 他们一起呢就在那嘻嘻哈哈的 看上去呢也没有什么架子 从这个小的细节来看呢 说明徐才厚这个人 他确实是憨厚的 还有他这个人呢 也很胆小 徐才厚在曾经 他调往北京的时候 他对他的身边的同事说 他说他这次进京 恐怕要走上一条不归路 当时大家都以为 他是开玩笑 后来他说是高处不胜寒 等他出事了之后 他的身边的同事回想 也许他当时知道自己的结局 但是他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他胆小慎微的性格呢 应该也是真的 因为毕竟他是从农村来的 也没有靠山 不可能不胆小慎微 在我看来 徐才厚的悲剧呢 是有两个的 第一个呢 他就是被领导人的 那个帝王心术给坑了 第二个呢 就是他自己的德不配位 懂得一点帝王术的人都知道 领导人呢 用人意都是找那种 能力不是最强 但是要有能力 要有听话 还有有道德瑕疵的人 为什么这些领导 他不会用那个能力最强 又没有道德瑕疵的人呢 因为李宗能力最强的人 这个人他不会感激你的 因为他能力强 也没有道德瑕疵 他认为李宗他是应该的 没有道德瑕疵 这个人就不好困执 有时候他不一定听你的话 他能力最强 他办的事 得到的那个结果 并不一定是领导想要的结果 那对于听话的 有道德瑕疵的 就不一样了 听话呢 领导让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这个当然领导很喜欢 有道德瑕疵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领导可以随时 把你给撤犯下来 原因很简单 你有道德瑕疵 你有把柄 只要把这些公布于众 你就被撤犯了 总的来讲就是 好用又比较好困执 取材后他自己呢 也是不行的 没有坚持原则的那个定理 还有就是他人性中 也有比较软弱的一面 比如说 他一个堂堂的上将 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女兵 给玩弄了一把 实话来说 真的是太丢脸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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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